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就会受到这波蜂蜜运气的影响 开始出现了一些阵雨了 所以要特别提醒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网友们 如果您是连续假期这几天想要安排户外活动的话 建议您把握礼拜五礼拜六的天气状况会比较好一点点了 另外在26号礼拜四的时候 水利署其实已经针对了部分县市实施了第二阶段的县水了 有哪一些县市呢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就是橘色的这些县市 是新北市的板新地区 一直往南到北部的彰化部分地区 以及南部的台南跟高雄 目前都已经实施了第二阶段的县水了 第二阶段县水代表什么呢 其实就是针对了一些用水大户 每个月用水1000度以上 以及像是部分业者洗车业 三温暖以及游泳池等业者 针对了这些业者又进行了减量供水 虽然说对民生用水好像没什么影响 大家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但是其实呢根据了气候预报来说 未来这三个月三到五月呢 恐怕降雨的情况还是偏少的 如果在这样子持续的缺水下去呢 民生用水呢恐怕也会被限制减量了 提醒大家了 未来这段时间呢 降雨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不乐观的 大家一定要多加的节约用水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了 其实呢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 连续下期的第一天第二天 由于高压回流的关系 天气状况是相当的温暖又稳定 各地几乎都有阳光 只是呢新的一波封面云系呢 即将要在三月一号 也就是连续下期的第三天 礼拜天的时候略过北台湾 所以到时候呢 因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恐怕就会有一些震雨 同时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滑转凉 变得比较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了 所以刚刚才会提醒这个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网友们 真的要好好把握礼拜五礼拜六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又温暖 舒适的好天气了 再进一步来看一下了 连续下期的第一天呢 在东半部地区云老稍微多一点点 有一些零星的短阵净雨 不过其实呢大致上来说 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 几乎都有阳光露脸 而且气温的部分呢也相当的温暖哦 各地的高温都会来到了24度25度 甚至在南部地区还会来到 27 8度左右的高温 很春天很舒适的感觉 只是提醒大家了 清晨和晚上还是有一些些凉的 低温的部分还是会降到20度以下的 早晚比较凉 提醒您早晚外出海小 记得注意保暖 最近呢春天的天气形态 是属于忽冷忽热 变化比较大比较明显的 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身体健康 小心感冒着凉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 我们明天见